4月25日 他在完成凭准基金协定换文的当天 向蒋介石洋洋得意地致电表公 凭准基金借款 本日下午于英美签约 均系一次性拨款 无分月拨款条件 文奉命来美 经十月苦干 赖均作督促 于今得告一段落 关于凭准基金事 文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 向各委员对文攻接 性均作明察 误以为罪 这里 宋子文说的有人便指孔湘西 他在表公之时 也含蓄地出击反击政敌 1941年12月7日 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 珍珠港军事基地 美英随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立即宣布对日宣战 12月23日 国民党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为讨好美英 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常驻美国进行交涉 他向宋子文下达了5亿美元的借款任务 宋子文也没有叫蒋介石失望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谈判 终于签订了5亿美元的借款协定 宋子文简直成为蒋介石的摇钱术 他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 真是神了 宋子文的口袋中不断变出戏法来 5亿多美元的军事物资 飞机、弹克、大炮、枪支、子弹、通讯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 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1942年6月2日 他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使中国无偿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有了法律依据 到抗日战争结束 美国租借原华总额达到了845748220美元 在这将近8亿5000万的美元中 只有2000万需偿还 其余一概数无偿增援 1942年1月1日 宋子文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 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签字 使中国在形势上第一次获四大国的地位 1943年5月 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上 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攻击缅甸 宋子文与之发生激烈的争论 丘吉尔话题一转 说道 听说中国军队准备进攻西藏 使这个独立国家大为恐慌 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至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宋子文说道 我并未听说有这一消息 但必须指出的是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并非首相所说的独立国家 中英间历次锁定条约 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当早在洞迁之中 丘吉尔耸耸耸肩 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我们英国对西藏那个偏僻荒凉的不谋之地 根本不感兴趣 宋子文回敬道 如果西藏不那么偏僻荒凉 说不定英国早已对他感兴趣的多了 美国总统罗斯夫出来打圆场时 宋子文仍愤怒地说 中国不能接受英国对西藏的任何提议 根据共同作战的原则 成立中国战区 大批美元也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 蒋介石躺在美元上 却不想抗战 在宋子文的支持下 蒋介石变得越来越贪婪 美国也知道蒋介石的这种德行 授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拥有原华租界物资的管理权与支配权 这使蒋介石与宋子文对美方大为不满 他们认为 美国原华战争物资只要装船后 美国就不能再干涉 所有权支配权就应该归蒋介石所有 史迪威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法很反感 背后称之为花生米 却对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抱有好感 有意拨给八路军一些圆滑物资 蒋介石、宋子文与史迪威的矛盾 迅速表面化、尖锐化 1943年12月 宋子文和蒋介石在一次家族 为他们召开的讲和会上 两人又发生激烈的争吵 蒋介石要宋子文 陈述他得处理糟糕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宋子文回答 经济缺乏有效管理是机构太多 每个机构都没有权利 还互相置走 因此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机构 并赋予足够的权利 以处理一切经济问题就够了 蒋介石阴沉着脸问道 你是不是想当这样机构的头头 告诉你 这样的机构会打乱整个政府结构 是不符合政府组织法的 宋子文哈哈一笑 反唇相机 你一向能够改变政府组织法的 只要你愿意 比如你决定要当总统的话 被激怒的蒋介石暴跳如雷 抓起桌上的一个墨水瓶 就往宋子文的脑袋砸过去 宋子文也不示弱 抓起茶杯狠狠地灌在地上 用英语大骂蒋介石 1944年初 重庆上层人物间 纷纷传说宋子文将辞去外交部长之职 宋子文私下去了昆明 情绪沮丧地对美国副领事说 我已经被摒弃在决策性讨论之外了 他们什么事情都不想让我知道 然而保罗这次学乖了 他不再冲动地忙于辞职 而是沉住气等待时机 果然几个月以后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蒋介石不得不让宋子文出面接待 紧接着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 纳尔逊到重庆 又恢复了宋子文的重要地位 在史迪威与蒋介石斗法的关键时刻 宋子文给蒋介石出谋划策 逼罗斯福总统表态 要么撤换史迪威 要么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盟友 罗斯福别无选择 终于召回了史迪威 作为酬劳 蒋介石让宋子文在1944年12月 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 次年5月 他如愿以偿 坐上了行政院长这一把金交椅 1945年4月7日 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 离开重庆赴美国旧金山 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4月25日 宋子文作为中国代表 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当年是宋子文和贝祖仪 托起蒋家王朝的基业 如今还是宋子文和贝祖仪 大掏蒋家王朝的墙角 盛怒之下 蒋介石一脚踢开了旧老爷 宋子文为了东山再起 花钱又买了广东省主席一职 但蒋介石下野 宋子文的政治生命也完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已换成宋子文 俗话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 宋子文将经济要害部门 都安插上自己的人 1946年2月25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 通过开放外汇市场的决议 外汇市场开放 必然要求与外汇关系 十分密切的黄金市场开放 这样 政府才能拥有更多的 抑制外汇市场的重要手段 宋子文立即调中国银行 熟悉外汇业务的贝祖仪 到中央银行任总裁 3月1日 贝祖仪走马上任 3月4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 管理外汇暂行办法 进出口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规定外汇法定价格为 1美元合法币2020元 并指定中外27家银行 及少数行号经营外汇买卖 在最初的三个月中 国共谈判正在进行 人民对和谈寄予很大的希望 外汇法定价格与黑市价格 相差无几 外汇供应比较宽裕 加上黄金配售 中央银行拥有外汇资金 约8亿多美元 黄金6000万辆 还有大量的敌位产业 约5亿多美元 以及美军剩余物资 和救济物资 可以随时运用 所以外汇市场比较稳定 到了该年的7月份 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 外汇市场逐步恶化 外货涌进 民族工业难于于之抗衡 濒临破产 根据宋子文的指示 8月19日 贝祖仪将外汇汇率提高到 法币3350元对1美元 这实际上是由于内战扩大 消费急增 物价大幅上扬 外汇需要量大增的结果 贝祖仪无力应付 只得采取提高汇率的办法 消息一传出 国内外舆论大化 外汇汇率第一次调整后 不但黑市外汇水涨船高 物价也随之大幅度的上涨 宋子文贝祖仪迫不得已 只有大量抛售黄金 最多时一天抛售十万两 并修正进出口贸易 企图减少外汇供应 然而外汇供应越少 外汇黑市价格越高 套汇 陶汇之风欲裂 到1947年2月15日 中央银行正式宣布停售黄金 2月16日 国民政府宣布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并规定外汇比价 一美元兑换一万二千法币 宋子文突然决定停售黄金 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一下子失去了 关架售金的平衡机制 黄金每朝黑市价狂涨 带动其他物价飞跃上涨 上海投机商人乘机囤机居起 米店纷纷关门 有价无事 惊恐和愤怒的市民 蜂拥而起 砸店强米 这场黄金风潮震撼了整个国统区 使蒋介石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月1日 宋子文宣布下台 紧接着贝祖仪也宣布辞职 短短几个月 中央银行在外汇方面 净支出美金35420余万元 黄金370万两 蒋介石痛心疾首 他的大舅子宋子文和贝祖仪 在他不知不觉当中 把他的家底外汇 与黄金就这样大量的花掉了 这使他非常恼火 下令调查 以监察院等单位为首 对贝祖仪组成调查组 进行彻底清查 结果提出弹劾贝祖仪等 违法读治案 并经过检察院审查成立 将贝祖仪 林凤鲍 王松涛 一并遗付惩戒 松户警备司令部 急查处长陶一山 持蒋介石手遇 逮捕了林王二人 宋子文从他的政治顶峰 跌落下来 几个月以后 他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 我的事业的起点 是从广东开始的 我还想去广东 相信蒋介石会同意的 在宋子文向国民党中央献出 他在中国建设营公司的股份 约合法币5000亿元后 1947年9月20日 宋子文被蒋介石 委认为广东省主席 但宋子文的命运 是与蒋介石紧密相连的 1949年1月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 失去了他最后 与中共抗衡的 55万精兵以后 等待他的命运 只有宣布下野 宋子文这位国舅爷 直到大势已去 也向南京政府递交辞呈 与蒋介石共进退 不久 宋子文去了香港 1949年4月下旬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 宋子文飞赴法国 6月赴美国定居 他和妻子张乐仪 在纽约曼哈顿花园大街 1133号一套豪华公寓 住了下来 这时蒋介石的电报到了 要宋子文立即去台湾 操持政府公务 否则就把他开出 国民党核心集团 宋子文拒绝了 后来宋子文又迁往长岛居住 1958年12月 老太隆中的宋子文 以度一个圣诞节的名义 出现在香港 当香港媒体记者 问及宋来港 是否肩负政治使命时 宋子文眯起眼 似乎在追思流逝的时光 半赏才说道 我已是忘妻之人 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太久 不准备再搞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 这样描写道 他显得苍老而销瘦 发以半白 与当年神采飞扬 咄咄逼人的宋博士相比 已判若两人了 1963年2月 宋子文终于接受 蒋介石的邀请 去台湾 看望他的妹妹和妹夫 但双方仍彼此仇恨 宋子文当面拒绝 为蒋介石继续卖力的要求 几天后 宋子文回到了美国 1971年4月 77岁的宋子文 携妻子张乐仪去旧金山 看望老友 远广东银行的高级职员 爱德华优 4月24日 老友在家室晚宴 款待宋子文夫妇 宋子文 兴致很高 胃口也很好 一边说着笑话 一边品尝着 每一道菜 突然 他停住进食 站了起来 面露惊恐 他的气管 被一块鸡骨卡住了 脸憋得发紫 昏倒在地 一会儿功夫 等到医护人员赶来 宋子文已经离开了人世 当时 宋美龄就在美国 他找了个理由 不参加宋子文在纽约的葬礼 看来 宋子文虽死 但他和蒋家王朝的恩怨 优位结束 倒是尼克松总统 对宋子文的评价不低 他在宴殿中称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 所做的贡献 将勇为美国朋友 铭记不忘